见过难缠的前任 没有见过如此难缠的前任 黄毅清这个名字可能会让很多女性害怕 因为他和黄毅已经离婚很多年 仍然纠缠不休 不断地给前任撒烂药 曝光前任的各种料 官司也打输了 但依然喋喋不休的还在制造各种猛料 黄毅清和黄毅离婚之后 也没有传出和其他女性恋情 变成关注娱乐圈的八卦爱好者 娱乐圈有所风吹草动 他都想办法掺和进去 不知道是想蹭热度 还是实在很无聊 或者是娶了女心 自己也变成半个娱乐圈的人 其实他一直都是圈外人 黄毅清又泼前任黄毅的脏水 说他是TXL 因为前任被霍思燕抢了之后就变性像 还吐槽自己也被TXL骗云云 黄毅清的发文逻辑性不强 更没有实锤证据 比如相关的图片什么的 看到他如此赤裸裸铺料前任 想到孟廷伟他老公张志鹏 也是像黄毅清一样曝光孟廷伟的各种料 女方都不纠缠打嘴仗 而都是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结果输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明了 黄毅因为和黄毅清的离婚 被黄毅清各种铺料 导致其基本上停止了演艺事业 黄毅没有向命运投降 而是和好友合伙创业 发展了月子中心 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 生意做得像模像样 而且也发展了与之相关的服务 他没有被打趴 而是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力 选择了另一条活路 黄毅清尽管一直没有放过黄毅 但黄毅并没有因为前任的纠缠而难过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很多女性 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是真的独立 黄毅在微博晒出和女儿滑雪游玩的图片 他和黄毅清所生的女儿已经六岁 而且今天是他们女儿的生日 在女儿生日之际 黄毅清曝料也是醉了 不知道他们的女儿今后长大会 怎么看自己的父亲 六岁女儿越来越漂亮 看起来和黄毅清简直就是复制碾贴 不知道黄毅看到和前任如此神似的一张脸 会不会很难受 当然孩子是无辜的 自己带大 应该与黄毅清也没有什么瓜葛 只是定期让前任见见女儿 网友们看到黄毅清曝料自己女儿的母亲很多料 纷纷发表了看法 表示很无语 有网友说贫穷如我都想贷款给他进精神病院 这话已经很能说明什么 说到黄毅清 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黄毅前夫这个身份 早年两人因为离婚也曾闹得沸沸扬扬 而如今两人早已离婚多年 但是关于两人之间的新闻也是久久不间断 近日 黄毅清还发文称在今天这个日子 能不能不闹了并且爱特了黄毅 1月19日中午 黄毅在微博发文晒出了女儿的庆生照 并表示 我的宝贝千零五岁了 她的同学相伴左右 大家尽情玩耍 一起圆宝贝一个冰雪奇缘的梦 看到孩子们这么开心 我也很欣慰 希望宝贝未来继续健康幸福 妈妈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带给你安全感和爱 宝贝生日快乐 妈妈永远爱你 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生日快乐 有的网友夸黄毅妈妈当得很好 是个好妈妈 也有的网友感慨称黄毅清的基因真强大绝对亲生 其女儿长得特别像黄毅清 从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 黄毅将生日会办得挺大的 到场的有很多小朋友 都是千零的同学 而为了满足千零的冰雪奇缘梦 黄毅也请了演员扮演成冰雪奇缘中的人物到场庆祝 黄毅穿着一身红色长裙 远远看去就是亲子装 母女俩的关系还是非常和谐的 妈妈看女儿的眼神满满的都是爱 然而黄毅打扮得也很美 披散着头发 看起来非常的温柔 有的网友在送祝福的同时也感慨孩子的生日 妈妈的苦难日 而有的网友也称黄毅很善解人意 每年的生日都会提前给女儿过 把生日当天给爸爸和孩子一起过 点 最近 黄毅清又爆料黄毅在婚怀孕了 小编也不知道爆料的真实性 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其实小编还是是替黄毅高兴的 希望黄毅能够在这次找到真正的幸福 并且好好珍惜 对此 小伙伴 你们怎么看待黄毅清的这次爆料 觉得他女儿 我会想到这次爆料的真正的幸福 我会想到真正的幸福 我会想到最后 这次爆料的真正的幸福